嫂子 你跟林丛结婚的时候 阿姨只给了你们两百万的价格 连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怎么这么大了 你们信口词狂 手镯被调包的事 和我一点都没有关系 大哥 你不要污蔑暗体 他不是那种人 不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你也别置身试 你说和安琪没关 拿安琪花两千万给你买车怎么说 你不会说拿中奖来忽悟 有本事 把中奖信息拿出来 看一下 林丛 你别太过分 我跟安琪都接触不到保险箱 拿什么地方 我老公说的对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没有在家休息 根本接触不到保险规 我不信安琪 真走狗食运中了奖 赌一把 安琪 既然你说你是清白的 那你就把中奖信息公布出来啊 如果没有 那就是和你有关系 嫂子 你太过分了 我觉得小乐手镇军 我觉得小乐手镇军 安琪 比一个保洁 突然拿出两千万买车 我就觉得可疑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妈 这是我的隐私 什么隐私 我一看呢 根本就没有中奖这一回事 哼 没想到 现在暴露了吧 奶奶 你看他欣虚的样子 肯定是他跟小七把手镯掉包卖了 奶奶 你要相信我 我和安琪真没拿手镯 安琪 都这个时候了 你快把信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老公 我中奖的信息早就不见了 但是请你相信 我这个钱来录正 那你快给他们证明啊 安琪 小青 你们就别再撒谎了 手镯 就是你们掉包的 我没有 你们都给我背嘴 你们都给我背嘴 你跟小宝姐把我手镯掉包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 真是愧对林家对你的培养 你真要我失望 小青啊 你真是要气死我们呢 赶紧跪下道歉 这个手镯你到底卖个谁了 你赶紧要给我退回来 奶奶 妈 我真的没有 妈 奶奶 我发誓 我和我老公绝对没有动手镯 够了 我们小青娶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呗 你个狐狸精 赶紧给我跪下 奶奶 妈 狐狸精 你给我闭嘴 再说话我撕下你闭嘴 奶奶 这祖母绿手楼让小七卖了 肯定是拿不回来了 奶奶 这祖母绿手楼让小七卖了 肯定是拿不回来了 哎 奶奶 这马上白宝珀的宴会就开始了 没有礼物怎么办呢 小青 手镯卖了多少钱呢 赶紧把剩下的都拿出来吧 不然 林家都容不下你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钱给我拿出来 奶奶 你就算是要定罪 是不是也应该拿出证据来呀 我是白宝珀的人 我的钱来路都很正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打电话证明 嘿 别以为你姓安 就能冒出白宝珀的人 不准打电话 谁知道你会不会找人伪到 奶奶 我没有偷偷偷 我们也有得到 还敢顶嘴 你 既然这样 我们林家 扬不起你们两个大河 从今天开始 给我滚出林家 从今天开始 给我滚出林家 没有我的面量 不准回来 你个死人 赶紧把钱拿出来 你真想让奶奶 人给你赶不离家呀 不是我们做的 我们是不会认 你 不是你们做的 那是谁做的呀 敢做不敢认 奶奶 我们买个车 美乐他们不也是买了一辆八百万的车吗 说不定这件事啊 就是你们做的 故意栽赏给我们 安琪 你胡说八道 北城百宝泽 可不像你这种贫苦出生的人 八百万对你来说很多 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洒洒水而已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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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个数字经理 有请八双链跟八双链去看月亮湾别墅 皇家 让他走 我们没有时间去 别墅 别墅 看什么别墅 儿子 小乐 你们要卖房子吗 月亮湾 月亮湾的房子 起码也要五千万以上 林崇 你哪来那么多钱 给月亮湾的房子 啊 是这样 我岳母 觉得我跟小乐在林家住打搅你们 对对对 我们还是不要打搅到老人家好 哎 听见母一向抠门 前一阵子 送那套祖母绿手镯 已经是很难得了 哎 现在又是买车啊 又是买别墅的 怎么会这么大方 哎 现在又是买车啊 又是买别墅的 怎么会这么大方呢 上百万的豪车 上亿的祖母绿手镯 还有 价值公值五千万的别墅 嫂子 你和林崇结婚的时候 阿姨一直给了你们两百万的价 连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怎么这么大方了 是啊 以前听见母送上东西 都会吹上很长时间 现在又是送钱 又是送东西的 怎么一点都不坑上呢 真是奇怪 我 我妈妈性格变了而已 我是白宝阁的小女儿 白宝阁不疼我 疼谁呀 安琪 你不要挑拨离间 嫂子 我只是好奇而已 嫂子 我只是好奇而已 既然你说是白宝阁送的 那肯定有转账记录 不然 你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安琪 你安的什么心 你都不给大家看 凭什么我要拿出来给你们看 老夫人 外面来个长者 要和大少爷谈合作 什么合作呀 没看忙着的吗 赶紧走赶紧走 哈哈哈哈 你老夫人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还这么报道 怎么 不太见我这个老头发了 哎呀 这不是老隐吗 什么风把你吹的了 这不是花高价 买我祖母绿手桌的那个老头吗 哎 小伙子 我就来找你了吧 老夫人 我今天来就是找他的 你谁呀 我不认识你 我今天 不认识你 不认识你